司機上車之前先戴口罩 接著用酒精消毒座椅和把守 這樣的酒人坐車型 最近成為想出門旅遊 又擔心疫情的民眾首選 目的地以新竹以北地區來說 10個小時來回 游覽車一個人1000元 乡行車一個人500元 價格落差加上避免群聚感染 兩者出車量也有超明顯的差異 以2月14號到2月16號這段期間為例 游覽車出團原本一天將近100輛 後來直接掉到0 乡行車一天卻從120輛暴增到180輛 業者更說 最近乡行車一天將近有100通詢問電話 每天出團量從130趟增加到250趟 大家都會怕說群聚感染 因為空調的系統的關係 怕群聚感染 小客車它機動性也比較高 對 就不用再去等大家的接送時間 集合時間 另一間旅行社業者也主打小團出行 兩個人就能成行 光是上一週出團量就成長了15% 詢問度成長了2到3成 會要求他們一定要每天清潔跟消毒 那再來的話就是要提供消毒備品 一個期間裡面 那旅客可以前一天免費取消 業者還加碼推出訂房 三大保證以及安心出遊計畫 在旅遊業一片慘淡之際 業績異君突起 記者林英偉 王一仲 台北報導 einen提供應 grabbed dermeda崩給 好 那